2012年9月 江市一家茶楼的包厢里 五个人一同走进房间 唯独张超离众人远一行 脸上的表情始终带着尴尬 因为虽然旁人再三相劝 诸伟不再对他撒气 但是看他的眼神总是不那么友好 诸伟抱怨道 自从小江得了这病 唉 逼得我每次见面都得戒烟 小江 你可要快点好起来呀 江阳笑着说 我不介意 你抽吧 这么多年闻着你的烟味 你不抽我还不习惯呢 突然 诸伟臣下脸低下头说 要不是你吸了我十年二手烟 恐怕 唉 别这么说 这是命中注定的 你抽烟的人都没事 我只是运气不好 诸伟坐在那儿哀声叹气 手上做出抽烟的动作 又反复的斡旋 江阳连忙转移了话题 说说你调查葛丽 调查的怎么样了 我下周又要话聊 希望听到个好消息 葛丽啊 诸伟咒气没来 没查到他吗 查到了 他 他在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 他十年前就疯了 江阳肃然道 怎么会疯了 他 他在侯桂平死前就退学了 退学的原因是 他怀孕了 回家产子 所有人都瞪直了眼睛 诸伟填了填嘴唇 继续说 他生下了一个男孩 我打听到这个男孩后来卖给了岳君家 是他爷爷奶奶卖掉的 后来也不知道是由于自己孩子被卖 还是受不了流言蜚语 他疯了 被送去精神病院 他爷爷奶奶也在几年之后陆续去世 他现在还在精神病院里 江阳的眼睛缓缓的睁大 我们当初第一次 见到丁春妹和岳君的时候 丁春妹有个孩子 你还记得吧 诸伟点了点头 就是那个小孩 现在孩子在江市一家很贵的私立小学读书 岳君每天开车接送孩子 孩子称呼岳君为哥 岳君 他为什么这么有钱 能把孩子送去私立小学 孩子不是岳君的 岳君开的车是卡恩集团的 住在冰江的一套牌屋里 花销应该是孙红韵承担的 江阳冷声问道 孩子是孙红韵的 那是谁的 你还记不记得 孩子姓夏 江阳一愣 过了半场 缓缓的说 孩子是夏立平呢 现在的组织部副部长 你有证据吗 没有 诸伟无奈的摇摇头继续说 我在派出所查一个人是很方便的 我很快查到了 葛丽被关在精神病院 从当地乡民那里打听的时候 意外得知 他早年生子 孩子卖给了岳君家 岳君家那个姓夏的孩子 领养登记时间 与买葛丽孩子的时间完全温和 我经过多番打听 在青市江市两地调查 终于找到了这小孩 我也去过精神病院 从医生那里知道 葛丽在里边的所有费用 都是胡一浪给的 这孩子每过几个月 会去精神病院看望葛丽 平时生活在江市 我还通过跟踪发现 夏立平经常周末来找孩子 带他出去玩 夏立平另有家事 有个成年的女儿 估计得了这个儿子特别重视 所以冒着被人知道 有私生子的风险去找他 但是 这一切只是我的调查 没有任何证据 这时候 李静突然问道 孩子是什么时候办理的领养手续 2002年4月 那时候孩子大概半岁 李静微微一思索 即便按照2002年4月算 倒推9个月 当作蛤蜊的怀孕时间 那时候 他有没有满14周岁 没有 李静欣喜的说 这就是证据 葛丽依然活着 关在精神病院 你们派出所 肯定能拿到葛丽的户籍信息 只要把小孩和葛丽 夏立平的血液 进行亲子鉴定 不就能证明孩子 是夏立平和葛丽的吗 葛丽怀孕的时候 未满14周岁 夏立平当年的行径 就是强奸 这就是直接证据 不用找任何人证物证 就这一条 夏立平的刑事责任 怎么都逃不过 对吗 他抬起头 期待着 朝众人看去 却发现 众人脸上毫无笑意 法力上 我没说错吧 他再次 从众人的表情中 寻求支持 却发现 无一人回应 过了一会儿 丈夫张超 缓缓的开口 你说得很对 可是 没有办法操作 为什么 理性不解 夏立平是组织部副部长 你去举报 说他和一个精神病女人 生下一个私生子 纪委会问你 证据呢 没有 只能做亲子鉴定 可是凭什么 做亲子鉴定 如果毫无凭据的举报 就要做亲子鉴定 那么不管谁举报 哪个小孩 是某领导私生子 岂不都要去鉴定 程序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举报 是不可能被受理的 他看着众人的表情 明白了丈夫所说的 他们每个人都了解 他很不甘心 却又是万般的无可奈何 近在眼前的直接证据 完全足够定刑事罪名的直接证据 甚至可以通过夏立平被调查 将孙宏运一伙一网打尽的直接证据 那么近 就是碰不到 就像一条 关在玻璃房里的狗 草地就在面前 可是踏不出去 过了一会儿 张超吸了口气 又开口说道 江阳 这件事 就暂时放在一边 你安心治病 我当你的律师 我替你向检察院申诉 平凡你的三年牢狱之愿 诸伟忍不住冷笑 张大律师收费可不低 我跟小江可没这么多钱 至于老陈愿不愿意骗醒你这大律师 得看他的意思 要知道 当年可是你害小江入狱 谁知道你的心思 陈明璋 你少说几句行不行 诸伟兴兴地闭上了嘴 我 我不收钱 张超尴尬地说 目光投向了妻子 妻子却没回应他 他顿时尾顿了下去 低着头说 不管你们怎么看我 我 我想做一些事情 来弥补我当年的自作人 不做聪明 你们 你们都很勇敢 江阳平静地说 谢谢张老师 不过 我现在身体没问题 我可以自己申诉 我对程序很了解 就不麻烦你了 我 张超话到嘴边 只好咽了下去 陈明璋叹息了一声说 张律师的建议很好 我替你做决定吧 一切 拜托张律师了 费用不能全免 该说还是要收 我会一应承担 小江下周化疗 你好好养病 别累着 这几天我就安排人 把你太太和儿子 接到僵尸来住 我会安顿好一切的 这 不行 你已经做了太多了 江阳感动地望着陈明璋 我只不过是出了一点点钱 这些年来 你和阿雪做的一切 我都在旁边看着 可是我始终没有勇气 用行动和你们站在一起 我也不是一个勇敢的人 你和阿雪 是我从心底佩服的人 我会准备 都有养美衣